好 被踢爆是双子星的翻版吗 今天台北市议员又爆料了 这个有问题的呢 疑似就是世大运的选手村 因为我们来看看 他们说这个投标厂商 叫做黄昌营造 找来了打造地堡的建筑师 有一个日本设计师 来帮忙设计选手村 结果发现呢 这个设计师根本只是担任顾问 并没有实际来负责设计 所以怀疑厂商根本 又是利用好市府团队 很喜欢一些国际团队的光环 假装呢他们很厉害 都是一些大厂商大团队 要来欺骗评委 早草重生看得出来很久没有整理 这块空地就是2017年 世大运选手村用地 都还没干就爆出投标厂商 黄昌营造 所打出的日本建筑师违反规定 单下现象依照我们的合约规定 是不能请日本的建筑师 来担任这个整个设计规划的 市议员口中的单下现象 不但具有国际知名度 也是打造地保豪宅的建筑师 但单下没有国内建筑师 凯野执照不符合规定在先 加上黄昌营造 找到单下现象 跟国内的翁祖谋建筑事务所 统包选手村 甚至请单下现象 现身评选会说明设计内容 最后却被发现 原来他只担任顾问 不负责设计 议员质疑黄昌有欺骗评委之嫌 好市府相当迷信国际名牌 只要挂着国际建筑师 他一定可以中标 这么大的一个选手村 由他来规划 结果总建筑师变成小小小分包 唯一的我们的副部长在场 所以我认为 其他的都是预测 就是想拆这样子 所以才会有这种状况 双子星风暴还没落幕 事大于争议又起 再次重创好市府形象 这里新闻零尾 李皮泰北报道